嗨,拜年了 你给我转200块,我给美洋转100 美洋给郭东霖转500 呃,余额不足 每过去一秒,微信就得处理1.4万笔这样的转账 你能正常转账的前提是因为微信知道你有多少钱 而这些钱又放在人民银行的专户里记账 而你也相信微信和银行体系背后的无数员工不会搞错你的余额 但如果没有这些可信任的第三方 在一个完全匿名的去中心化网络里 你怎么给我打钱 2008年11月31号 署名为Satoshi Nakamoto的ID用一篇九页的论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被称作中本聪的神秘人和这几页纸 凭空创造了相当于1万亿人民币的比特币和支持比特币运转的技术 区块链 在没有可信任的第三方之后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互相信任 所以在区块链的世界转账就得发广播 目的是让所有人都得知道网络里每一个人每一笔钱的来容去卖 大家好我给张美扬转了100块 这是我的电子签名859C36 大家会通过电子签名验证这句话确实是我说的 再把这笔转账记在账本上 我就少了100 美扬就多了100 但大家怎么知道我真的有100块呢 你的账本会帮你确认 这个账本就是区块 把区块连起来就是区块链 它记录了比特币从创立到今天所有的交易记录 现在大概有60万个区块 每个区块里记录了两三千笔交易 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账户有多少钱 从哪里来花到哪去都记得一清二楚 透明公开 在区块链网络里 所有人都拿着一份相同且实时更新的账本 所以我说要给美扬付100块的时候 大家手里的账本就会开始回速 检查我到底有没有这100块 如果没有 转账就无效 不难发现账本的可靠性是数字货币的基石 如果账本出了问题 什么币都不好使 但这就引出了两个新问题 谁来给大家记账 怎么保证账本不被造假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记账 那么每个区块里包含的交易和交易顺序 可能都不一样 如果有故意记假账的 那就更乱了 不可能得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账本 所以 记账的人得让所有人都能接受 这样大家的账本才能统一 这也被称为共识机制 今天的各种区块链 有各种不同的共识机制 而中本聪的方案是做题 谁先把答案算出来 谁就有权力记账 这一机制被称为POW Proof of Walk 工作量证明 工作量证明的本质是重举 你的设备算力越强 算出答案的可能性就越高 为了做到这一点 需要用到哈希加密 SHA256算法为例 任何一串字符用它加密后 都能得到一串独一无二的 256为二进之数 而原输入只要有任何一点轻微改动 哈希加密后的数字都会完全不同 打开一个区块 我们能看到记录在这个区块里的交易数量 交易详情 区块头等信息 区块头是一个区块的标签 包含了时间戳 梅尔根数数跟哈希值 随机数和上一个区块的哈希值等信息 而把区块头做二次SHA256计算 就能得到这个区块的哈希值 想要记账 就得把区块里的各种信息打包好 再修改区块头里的这个随机数 让输入值能够在哈希计算后 得到一个前N个数都是0的哈希值 其实每一位数也就两种可能 1和0 所以每改变一次随机数的成功概率 就是2的N次方分之一 比如N是1 也就是只要第一个数是0就行 那成功率就是2分之一 而网络里参与计算的算力越强 要算的0就越多 工作量证明的难度也越大 今天比特币网络里的N大概是76 那成功率就是2的76次方分之一 差不多是755万亿亿分之一 用一块8000块的RTX2080Ti显卡 大概要算1407年 要算对确实不容易 但只要你算出来了 所有人就可以在瞬间验证你算没算对 如果确实没问题 大家就会把这个区块连接到账本上 开始打包计算下一个区块 这样网络里的所有人就有一份相同 且实时更新的账本了 而为了让大家有动力做提记账 第一个完成区块打包的节点 会获得系统奖励 现在是12.5个比特币 差不多是60万人民币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挖矿 另一方面 为了防止账本被篡改 每一个新加入的区块 都需要在区块头里 记录上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也被称为哈希指针 这样一个不断向前的指针 最终会指向第一个创始区块 把所有的区块先进连接在一起 如果你修改任何一个区块里的 任何一个字符 都会改变这个区块的哈希值 让下一个区块的哈希指针失效 所以你必须修改下一个区块的哈希指针 但这又会影响这个区块的哈希值 所以还需要重新计算随机数 完成计算后 还得接着修改这个区块的下一个区块 直到修改完这个区块后的所有区块 非常麻烦 这样 即使记账人想造假也是做不到的 因为有电子签名 记账人不能伪造别人给自己的转账 又因为历史账本的存在 也不能凭空变一笔钱出来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两个人同时完成了计算 打包出了一个新区块 那该听谁的呢 答案是 谁常听谁的 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两个区块后面接着打包 比如下一轮最先完成计算的哥们 选择接在B上 那么B链就更长了 其他人也会愿意接在B后面 一般情况下 打包6块之内就能分出胜负 被废弃的链上的交易会被撤回 重新放到交易池等待打包 但既然是谁常听谁的 只要你比大家都能算 算力大于51% 就能一个人算数最长链 进而控制账本 所以比特币世界里的矿工算力越强 大家要算的零就越多 保证谁都不能控制记账权 但参与者不多的其他区块链就不好说了 比如2018年5月15日 一个叫比特黄金的数字货币就遭遇了51%攻击 攻击者先是把自己价值1000万美金的比特黄金转给交易所 这笔转账被记录在区块A上 同时攻击者秘密准备了一个这笔转账没有发生的区块B 同时在区块B之后计算新的区块 等A链上的转账确认后 攻击者就可以把在交易所的比特黄金提现 但因为攻击者的算力大于全网51% B链的长度始终将大于A链 这时只要向全网发布更长的B链 历史就会被改写 B链会替代A链成为真正的主链 而区块A里转给交易所的转账也会被撤回 攻击者白赚1000万 今天对于没有算力的普通人 获得数字货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交易所购买 再体现到钱包地址 这个地址来自于你的私钥 私钥加密后会得到公钥 公钥加密后会得到地址 在区块链这样的匿名网络里 只有私钥才能证明你是你 只要转账时附上你私钥生成的电子签名 大家就能确认这笔转账有效 如果私钥泄露 谁都可以冒充你把钱赚走 比如2013年一位叫Arden的男士 就在电视直播里收到了 相当于今天1500元的比特币 在他开心地向镜头展示私钥后 这笔钱就被当场偷走了 我是吴松磊 感谢GitChain为本期节目提供的技术支持 作为一个专注用户资产安全的新一代区块链 GitChain提供的账户资金被盗找回 和私钥丢失资金恢复等新特性 关注我们的微信 发送区块链将有机会获得这本 区块链通往资产数字化之路 和GitChain公链技术文档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见